国家队比赛日继续行行 世纪赛南美区第二轮开打 行科世界冠军阿根廷奔赴客场 挑战坐镇魔鬼主场的玻利维亚 这一场比赛 梅西高挂免战牌 迪玛丽亚助攻每开二度 恩佐 费尔南德斯 塔利亚菲科和钢萨雷斯各进一球 蓝白军团依旧3比0轻松取胜 好取各项赛事12连胜 自从夺得世界杯冠军之后 阿根廷就重新回到了FIFA第一的宝座 而玻利维亚则是位列世界第83 是南美区当中实力最弱的球队 然而 拉巴斯海拔超过3600米的高原主场 却是所有对手的噩梦 梅西此前三次来到这里 军没能取得进球 甚至遭遇过1比6的惨败 考虑到对手主场的特殊性 加上梅西近一个月连场征战 斯卡洛尼不愿意冒险将球网撤出大名单 并安排了433阵型 迪玛利亚 阿尔瓦雷斯和钢萨雷斯 组成封线三叉检 恩佐 麦卡利斯特和德保罗坐镇中场 防线由塔利亚菲科 奥塔门迪和莫利纳组成 门将依旧是大马丁 尽管没有比赛任务 但梅西还是新系球队 出现在场边观战 毫无疑问 阿根廷是做足了困难的准备 对三分是志在必得 比赛开始之后 阿根廷就反客为主 压着对手猛攻 第9分钟 德保罗送出精准长传 奥塔门迪投球攻门稍稍顶偏 第12分钟 恩佐施展自己出众的远射攻底 离门22米处 拔脚怒射 对方门将回敬世界级的扑救 第20分钟 阿尔瓦雷斯从身后断球 禁区左侧小角度爆射 比斯卡拉将球挡出底线 波利维亚的门前风声鹤地丢球只是迟早的事情 第31分钟 阿根廷踢出行云流水的配合 德保罗分球右路迪玛利亚脚腕一斗 送出妙道豪颠的斜筛 恩佐拍马赶到了推射入网 1比0 1.21先生在切尔西缺乏进球运 回到国家队就找到了感觉 这个丢球严重打击了主队的士气 第39分钟 罗伯托在拼抢时 踩踏罗梅罗的脚踝被裁判直接红牌驱逐出场 波利维亚剩下10人应战 第42分钟 阿根廷前场定位球 迪玛利亚一脚挑船 塔利亚飞科投球攻门打偏 但球砸在了他肩膀之后掉入网窝 比分来到2比0 下半场回来 阿根廷依旧踢得积极主动高举进攻大旗 第50分钟 德保罗禁区外打出一记贴地斩 皮球发生折射 对方门将倒地化解 第54分钟 恩佐前场拿球 眼看对手没有上来比抢 从容起脚都射 只是角度打得太正 被没收了 第69分钟 阿尔瓦雷斯 右路插上接到迪玛利亚的分球 小角度扫射打在立柱上弹出 三分钟之后 迪玛利亚中路独闯龙坛 进区外 左脚近射 玻利维亚门将再次将球扑出 这场比赛 迪玛利亚很好的弥补了梅西的空缺 除了两次助攻之外 还有三次盘带 五次威胁球 以及创造三次得分机会 与此同时 迪玛利亚也制造了四次犯规 十次退抗全部成功 收获8.7分 获得全队第一 第83分钟 迪玛利亚大范围斜 阿尔瓦雷斯拿球被断 但帕拉西奥斯很快完成反响 并助攻钢萨雷斯小角度抽射建功 3比0 眼看比赛悬念已经不大 斯卡洛尼才敢换人 老塔罗 加纳乔和科雷亚替补登场 最终阿根廷3比0完胜 玻利维亚迎来世遇赛两连胜 以及各项赛事12连胜 上一次输球还是世界杯首战1比2 被沙特逆转 在这个国际比赛日 球王梅西也到国家队报道 率领阿根廷开启了世界杯预选赛的征程 在第一场和厄瓜多尔的比赛当中 梅西用一记精彩的任意球破门 帮助阿根廷取得了开门红 稍作修整后阿根廷奔赴玻利维亚的高原主场 后者首轮1比5惨败给了内马领军的巴西队 如今回到主场 他们肯定想要止住颓势 但而且对于玻利维亚来讲 有一个利好消息 那就是本场比赛 梅西轮胸 没有进入阿根廷的大名单 他们能否抓住机会 在阿根廷身上获得积分 也就成为了这场比赛最大的看点 尽管梅西高挂敏战牌 但是阿根廷仍然在魔鬼高原客场 提出了极具统治力的表现 最终凭借恩佐菲尔兰德斯 塔利亚菲科和钢萨雷斯 进球阿根廷3比0完胜玻利维亚 本场比赛 阿根廷沿用了自己的4-3-3阵型 马丁雷斯继续作为球队的 最后一道防线出战 莫利纳 罗梅罗 奥塔门迪 和塔利亚菲科组成了四后卫 中场三人则是德保罗 恩佐菲尔兰德斯和麦卡利斯特 迪玛利亚 阿尔瓦雷斯和钢萨雷斯 进攻三叉锦 则扛起了为球队攻城拔赛的重要 尽管高原主场 让阿根廷球员非常不适 但他们仍然在比赛开打后 凭借更加细腻的技术 掌控的主动权 第20分钟获得了首发机会的 小蜘蛛阿尔瓦雷斯 利用个人能力 从走路杀入进去 一脚爆射 威蜻十足 皮球被玛利维亚门降扑了一下后 直接出了底线 三人场备受关注的 事与赛南美区比赛中 阿根廷男足成为了 中伏玛利维亚的高海拔客场 以三百零战胜对手 尽管梅西因身体不适 未出场 但迪玛利亚等球员的表现 帮助阿根廷取得胜利 创造了历史性的记录 上半场阿根廷在高海拔场地上 表现出色 恩佐和塔利亚菲科相继进球 为球队奠定领先优势 然而玛利维亚球员 罗伯托的红牌离场 给了阿根廷更大的优势 使得对方只能十人应战 下半场 刚萨雷斯的进球锁定了胜局 确保了阿根廷的胜利 虽然梅西缺席 但迪玛利亚成为了球队的 关键先胜 在比赛中 线上两次助攻展现出了 出色的领袖气质 这场胜利对于阿根廷来说 具有历史性意义 他们在客场对阵 玛利维亚时 曾多次遭遇挫折 但这次他们取得了 连续两次客场胜利 这在进入21世纪以来是首次 此外 这也是阿根廷队史 第六次在世纪赛 开局取得两连胜 显示出球队在本届比赛中的出色表现 比赛中 阿根廷的场上队长迪玛利亚 发挥了关键的作用 他在上半场完成了两次助攻 展现了出色的发挥 这是迪玛利亚生涯第三次 在世纪赛单闯贡献两次助攻 他与梅西和奥特加并列阿根廷 在该赛事中助攻榜榜首 尽管梅西缺席阿根廷男足 依然在高海拔客场取得了重要的胜利 展现出了团队的实力和凝聚力 迪玛利亚的精彩表现成为了比赛的关键 他将继续领导球队 在未来的比赛中追求胜利 这场比赛为阿根廷队的士气大振 为世界被预选赛的征程带来更多期待